大家好 欢迎收听升旗义普通话频道 最近这几个月 中港股市持续下跌 尤其是在10月之后跌幅更是扩大了 我们曾经跟大家做出过一个预测 这个预测现在似乎应验了 当时我们认为 控制华尔街这帮犹太人最终会向中共报复 原因是中共在背后支持哈马斯 现在除了在哈马斯的基地隧道中找到大量中国制造的物资和武器 还有就是发现整条隧道都是由中国的工程队去援建 所以哈马斯最大的后台就是中共 而以色列跟中共的关系一向很好 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子出卖以色列 以前以色列是唯一可以顶住美国的压力 在半导体领域跟中共继续合作的国家 曾经也有人批评以色列 你怎么可以把这些关键技术转给中共 你是一定会后悔 结果一语成衬 以色列现在后悔了 很多人会说起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追击香港 当时的大陆完全没有能力去干预 更没有钱 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外汇 但是有很多海外的华文媒体完全不了解香港的情况 他们被中共洗脑 包括郭文贵 郭文贵也说98年中共有钱出来救香港 现在没有了 实际上98年中共也没有钱救 当时香港的外汇基金拿了1700亿出来买港股 所以最后成立了赢富基金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当时我在股票市场看着 当时最大的那几只大蓝筹 全部的买盘和估盘都是99.99 million 就是1亿股 每个买盘和卖盘都是1亿股 而每个牌数下去到下面的牌 例如汇丰现在是100元 100.05元 100元 99.5元 99元 89.5元 89元 每个牌都是1亿股 试想一下 汇丰当时以100元来算 1亿股就是100亿 这样子一个牌就是几百亿 全部放在那里 就是要跟你打仗 当时战斗了一天 索罗斯那几个外资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港府还在七指市场大量持有七指 把七指炒到了高位500点 所以在海外 尤其是简体中文圈的那些自媒体全部都不了解 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事实 他们被中共洗脑了 以为当时金融风暴 中共拿了3000亿出来就是 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所以当时香港是单打独斗 由于香港的底子厚 所以最终打赢了外资 当时其实也很幸运 原因是当时打香港的这帮人实际上不是纯粹的犹太人 而是一帮有钱赚就来的人 然后以索罗斯为主而已 不是青一色的一大帮犹太人集体来追击香港 当时最主要的除了香港富裕顽抗之外 其实有两个大市场也让他们输了大钱 最重要的是俄罗斯 因为索罗斯和老虎基金在俄罗斯的债券那一块输了大钱 结果他们在日元也被人家空仓 日元由下跌到最低的147炒到了111 一天的时间内由147升到了111 结果大部分的人都输身家 炒外汇的人个个都被斩首 所以索罗斯这帮孤空港人的大鳄在俄罗斯的债券 以及日元这一块输了很多 结果他在香港根本不敢打下去 只能撤退 因为三线作战的话他受不了 所以香港政府赢了也是靠一定的运气 因为碰巧俄罗斯的金融爆雷 而犹太人跟俄罗斯的关系也很好 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超过100万俄裔人口在战后去了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有超过100万人的犹太人讲俄语 他们对俄罗斯有感情 所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候 以色列在一开始也是墙头草 根本就不敢支持乌克兰 只能够默许俄罗斯继续作恶 欢迎 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 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口连接 也可能有人会说是报应 你一方面跟侵略别人的国家友好 另一方面你又跟中共眉来眼去 这样是不是应有此报 我认为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以色列当时可以说是报错了恩 我曾经跟大家做过一节节目 就是说以色列为什么他们要报恩 就是当时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外交官 他在驻维也纳的时候发出了大量的签证 救下了一万多个犹太人 使得他们可以去到拿道去中国的签证 这帮犹太人才可以逃过一劫 他们把这位外交官当成了中国人 所以对中国特别友好 但是他实际上是报错恩 他们的恩人被中共赶去了台湾 所以严格说来犹太人是报错了恩 如果不算唯利是图 不算利益 其他方面什么都不算的话 如果纯粹是论报恩 他们是报错了恩 中共不但恩将仇报 他们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袭 这件事已经使得以色列上上下下的人非常愤怒 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以色列的大使甚至他们在大陆的微博号已经摆明跟中共过不去 在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前 以色列驻华的微博账号发布了一条短片 内容是中国的公安在殴打一些穆斯林 那是一个维吾尔人 当然大陆也马上反击 说那是台湾人 台湾人被冤枉了当然是很不爽 马上就运用数码技术修复那段影片 放大了一百倍 看到了上面的车牌是额 就是湖北省公安的车牌 这很明显没得抵赖 台湾不可能有湖北的公安吧 所以我们看股市这一块 我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 一直以来其实不可能跌得那么少 原因是华尔有很多外资持有中港的股票 他们持有的中港股票银马实在是太大了 根本不可能说甩掉就甩掉 但是为什么会在十月份之后加速了下跌 原因是我认为这帮犹太的大亨开始动手了 他们在美国也有所行动 例如撤回了捐给哈佛大学董事会的资金 也成功换下了哈佛的校长 因为那个校长是一个反忧的黑人 而在大陆撤资也使得中共很头痛 因为华尔街几乎就是由犹太人整个掌控 所以我们能看到华尔街的操作是系统性的 首先第一步是插好中国 但是却一方面插好 一方面辜货 现在也是在这么做 到了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就要信贷评级机构去下调中国 香港 以及大量中国公司的信贷评级 当然主权评级也调低了 我认为这是整套的组核心 因为他们的资本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抽身 只能够慢慢一步一步地抽出来 之后到了今年 整个股市加速下跌 港股在头12天里面下跌了11天 只有一天上涨 之后大陆就宣布旧市 当然 外资一看到有强力的反弹 或者说有强力的干预之后 他们就顺势收手 然后反手推上去 推上去有什么好处 就是他们可以在高位在估惑 因为你在低位不断估惑下去 他们会觉得会亏了 现在正好有中国的基金进来 他们就顺势推上去 让你觉得市场稳定了 我们就再来估惑 所以我认为这些金主一定会继续估惑 可能有人会说犹太人也有对家 有阿拉伯金主 那中共会不会利用阿拉伯金主去平衡 我可以告诉大家 阿拉伯人聪明得不得了 去年习近平去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当时他们用中国给他们的人民币 在中国的金市大量购买实体黄金 之后马上把那些黄金运到了国际市场去卖 等于就是中共给了他人民币 他马上拿去换了美金 这一点让中共很头痛 当时还把黄金一度推上了很高位 之后也有一个急升急跌的情况 所以实际上阿拉伯人很聪明 他们知道人民币靠不住 最终整个金融领域是由美国说了算 而在美国就是一帮犹太人说了算 你如果要参与这场游戏 就根本没办法跟他们作对 因为他们掌握了主导权 他们的主导权除了金融之外还有媒体 当然 媒体也有一部分非常左倾 甚至在大学里面 犹太的金主也很有话语权 有人可能会说 他们里面已经被完全渗透了 有很多左交 所以他们就要撤换董事局 撤换校长 慢慢来 肯定会大洗牌 从这次来看 我认为我们当时的估计没有错 预测也没有错 接下来中港的股市会加速下跌 今年的下跌幅度会比2023年更大 大家可以量度一下2023年的下跌幅度 我估计今年一定会大于去年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金融战已经揭开了序幕 而且他们会以追击中港的股市为主 当然 追击完中港股市 你的资金抽出来之后会去哪里 首先是台湾会受贿 上次报错恩 这一回没有报错了 这些钱首先会去台湾 再就是会去日本 最终也有机会回流到美国 但是日本和台湾的股市应该最受贿 所以从今年一开始 日本在几天之内急升了3000点 这就是资金大幅转移的力量 当然 他们买东西的时候是按平均数 他们从33000点买 升到了36000点 之后又跌下来 所以其实很平均 他们从低位一直扫上去 然后从高位扫下来 一样都是那种买入的趋势 所以今年日股和台股仍然会继续看好 而中国和香港的股市会继续长淡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